嗨大家好欢迎回到YouTube频道的今天内容呢 就是斯芙兰八折的一个新品测评 本来是计划在八折结束之前 给大家做开箱的 但是那几天我就是重感冒 实在没办法给大家拍视频了就只能在家躺平了 还好错了四次都不是COVID 就只是普通的感冒 因为养病耽误了一些时间 但是我试用这些新品的时间就比较长了 什么该留什么该退已经非常明确了 今天就把使用感一起分享给大家 那同时今天呢还会有一项 我刚收到的Cofancy可堂 他们家的美瞳开箱试袋 我们就废话不尊说马上开始吧 那我们就先来说美瞳部分 Cofancy可堂的是最近非常火的国货美瞳品牌 那这期的视频呢也是由Cofancy他们家赞助的 他们家现在有全球直游的官网 Cofancy.cc 满59美金就可以全球包邮包税了 美国和加拿大呢都是可以寄到的 无需prescription一般是10到25个工作日就寄到了 如果超过25个工作日呢 还可以申请15美金的退款 他们也给了我一个全场的九折 马蜜娜 所以是可以多次重复使用的 这回头呢我一共选了六幅他们家的日炮美瞳 无论什么品牌的美瞳呢 我都是只推荐日炮的 只有日炮是最干净最安全的 这六幅呢都是统一的直径 14.2几乎是8.7 含水量呢是55% 每盒里面都有10片 其中最出名的是他们家这个 Highlight Moment系列 我一共选了两幅 一幅是粉色的 一幅是绿色的 那粉色这款呢是爆炸甜心 Sweet Pink Brown 其实是我头一次尝试粉色的美瞳 一开始还担心可能会比较突兀啊 没想到非常的日常 因为它其实只有中间那一圈是比较偏粉的 外圈是深棕色 内圈是浅棕色 粉色加在中间就非常温柔 眼神还变得很灵动 它这款的着色直径呢是只有13.3 所以基本上和我本身瞳孔的直径差不太多 没有什么特别放大眼球的效果 就只是改变铜色 这款一直是可唐他们家的销量冠军啊 果然是名不虚传 非常喜欢 第一次尝试粉色美瞳就成功了 接下来就是绿色这款 这款叫雾气珍珠Wonut Brown 它是更偏向于大西地黑珍珠啊 那种绿色和灰色的光泽 它这个着色直径呢是13.6 比刚才粉色那款要稍微大一些 大眼的效果呢就更明显一点 中间是很浅的棕色 然后边上一圈呢是有点灰掉的墨绿色 我自己很喜欢戴绿色的美瞳啊 绿色也特别适合春夏 清爽的又很日常 不会混血感过重 那这款也很喜欢 戴上之后呢是比较清澈元气的一个眼神 然后呢是可唐他们家这个 Highlight Pro系列的一副 非常出名的一个色号 冰滴黑茶Eye Strip 这副我本来以为它会很日常 因为它的着色直径不大 只有13.3 而且又是灰黑色的 比较接近于瞳孔的颜色 但是戴上之后就把我吓了一跳 就是眼神一下就变锐利了 就是那种气场很强就很不好惹的样子 那主要是因为它这个外圈 是比较深的一个灰黑色 那那圈这个灰色突然又特别浅啊 就有墨镜一带谁也不爱的距离感 可我自己平常的气质有一点不搭 比较适合那种酷酷的走高冷饭的小伙伴 它其实这款卖的很好 有三合一起卖的一个90天的套装 还有同系列的五种不同颜色的套装 都比单买要便宜不少啊 也是可以叠加我的这个全场九折买的 然后呢是Cofancy他们家这个 白巧克力系列的一个特价套装 然后颜色呢是雀跃朗姆和唇玉配方 它这个包装做的非常可爱 就真的像一块白巧克力插在它一个包装纸里 雀跃朗姆应该算是我今天所有 试带美瞳里最最日常的一款 巧克力系列的所有美瞳呢 都是内外圈是一个渐变色的效果 不像我刚才说的这三副highlight系列 就是它内外圈的边界非常分明 雀跃朗姆Rumpay这个色号呢 就是基本上都是暖棕调啊 和我瞳孔的颜色几乎是无缝连接的 那是13.7啊算是比较大的了 然后会有一个明显的方达瞳孔的效果 然后对眼白面积比较大的小伙伴呢 就非常友好 那紫色这款呢叫唇玉配方啊 Gentle Taro也是白巧克力系列的 但这个里面是有带烟花效果那种闪粉在里面 那外圈是一个非常温柔的香郁色 但是那一圈的金粉我稍微觉得有一点突兀 就是很明显带了眉头啊 不是特别的自然 而且这款也是我唯一上演之后 很快就有异物感的衣服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里面有闪粉的原因 反正就是带着没有其他款的舒服 虽然这两款是一个套装啊 在一起买的话会比单买要便宜很多 但是还是不推荐 我觉得这个便宜不要占 如果喜欢run pie的小伙伴呢 就单买run pie就可以了 最后一副呢是他们家这个黑巧克力系列的 也是绿色的一个美瞳 叫抹茶初淘T Brown 它的这个着色直径呢也是13.7 就是放大瞳孔的这个效果非常明显 其实和这款雾奇珍珠是有一点点像的 这两款都是绿色的 那雾奇珍珠的内圈其实是发黄的 这款的内圈呢是发灰色的 近看不一样 但远看其实效果差不太多啊 其实不需要都买 二选一就可以了 然后就看你喜欢就是更清澈一点的眼神 还是略带朦胧感的眼神了 我是两款都很喜欢 而且我用绿色美瞳的频率比较高啊 所以我是两款都买的 总体来说Cofancy他们家的美瞳 在我所有的美瞳当中 算是舒适度中等偏上的了 可以至少在5到6个小时啊 平常给大家拍视频啊 出门玩 参加个活动什么的都是OK的 但如果是通勤 每天要佩戴超过10个小时以上的呢 我还是更推荐大家戴透明的 没有任何颜色的 普通的日跑隐形眼睛 美瞳这类产品总体来说 还是不推荐每天长时间来戴的 那接下来呢 是斯芙兰八折的一个新品测评啊 那这回呢 我是一共下了两单 网上一单 垫了一单 加一起大概是500多美金的样子 但其实没有很多东西 那可能就是单价比较贵吧 加一起的话就比较显多 那其中第一件呢 是Hourglass今年新出的 这个控油妆前乳 夏天就快要到了 我各种这个控油的需求就出来了 所以这次第一个买的就是它 它挤出来其实是一个挺浓稠的质地啊 不是特别的水润 要比这个Wheel那个版本 还要更浓稠一点 但上脸之后呢 把它推开其实就很雾眠 而且控油能力特别的好 它也是继承他们家 那个经典版妆前乳的 那个零毛孔的效果啊 真的妆效特别特别喜欢 那我今天就有用它 我觉得我毛孔异性的 要比平常要还更好一点 非常非常喜欢 Hourglass的底妆 真的是成不起我 几乎几乎从来没有踩雷过 如果是干皮的话 你就夏天直接用 就能起到一个不错的控油的效果了 如果是偏油皮的话呢 你就用它 然后再叠加你夏天的控油粉底液就可以 然后是买了Tatcha他们家 今年新出这个50倍的物理防晒 这个其实是计划之外的 但是看很多人推荐 所以就买了 Tatcha包装真的永远都是满分 这回这个包装也很好看 而且特别的sleek 是可以直接插在那种包的小夹层里面的 特别方便携带 它真的是控油力超强 就跟我其他的那些 比较控油的物理防晒比的话 也是能达到控油力满分的 然后用在脸上之后 很快它就变干变雾面了 然后在达染我这个控油粉底液之后 竟然给干脱皮了 我就用这款防晒 其实就不需要再搭配什么控油粉底了 它自己的控油能力就已经绰绰有余了 那Tatcha宣传这款防晒的时候 说是有加入他们家这个蚕丝成分的 但是我用下来 它其实是不能代替妆前乳的 那我第一次用的时候 就是用完它之后 直接就上粉底了 结果大脱妆 然后后来是用它之后 再加了一层妆前乳 然后再加粉底才OK 那我夏天其实是不太喜欢涂太多层的 我其实是更偏向于 就是带防晒系数的妆前乳 或者是带防晒系数的面霜 这样的话再上底妆的话 也不会很厚 所以这款我可能只会用在 我出门但是不化妆的时候 一个普通的折利面霜 然后再加上这个控油的 高倍防晒的话比较合适 同时这回呢还回购了 Tatcha他们家的这个water cream 是一个75毫升的限量包装 还是他们家经典这个浅绿色瓶子 但是限量版上会有一些小蝴蝶 作为一个油皮 非常喜欢的一个夏季面霜 但干皮的话 可能会觉得有一点不够滋润 接下来呢是Makeup Forever 他们家新年新出的 这个HD Skin粉底液 这个其实不是在斯芙兰八折的时候 买的是前段时间 Makeup Forever官网七折的时候购入的 但很多人问我它的使用感 所以我就今天一起说一下 斯芙兰好像只有卖大瓶装的 这个小瓶装呢 当时就只有官网才有 这款是一个比较控油的粉底液 干得很快 就是上脸之后 你要赶紧把它给铺开 如果你不赶紧铺开的话 它就那一块 就直接干在你脸上了 就是干的速度非常快 他们家这个HD的这个旧版 我其实没有用过 所以没办法对比 那新版呢 我整个用下来呢 是感觉它的控油力是还可以的 但遮瑕力真的太低了 我一开始以为 它会是一个中度遮瑕的效果 没想到就是上脸之后 就是它只能是低度遮瑕 它撑死了 只能遮住一些泛红啊 或者是肤色不均 完全遮不住痘痘 豆叶或者是色斑 哪怕是那种特别浅的豆叶 它都遮不住 对我来说 基本上就是一个有色的面霜 你往上如果多叠加几层的话 再加上遮瑕膏的话 效果会稍微稍微好一点 但是控油力 马上就大打折扣 这款真的是只适合脸上 没有任何明显瑕疵的小伙伴 豆豆鸡无效 长斑的也无效 基本上就是买了个寂寞 还好没买大瓶 接下来是买了 今年新出的这个Dior的 黑管七光唇油 买的色号是720 零是一个木掉玫瑰色 今天嘴上涂的也是这只 这个系列唇膏 这回在Civulain八折的时候 抢的超级快 我是网上没有抢到 然后在店里才买到的 大热色号也挺多的 选这个颜色呢 主要是觉得是比较适合夏天 它这个亮面呢 其实是没有lip gloss那么shiny的 其实就是一个 有一点光泽的cream之地 我现在已经涂了 有一个多小时了 它这个光泽感有慢慢变淡一点 但是刚上嘴还是比较亮的 我夏天穿白色啊 或者浅蓝色的衣服比较多 这种木掉玫瑰色配浅蓝色 就超级显白 而且它这款是完全不黏头发的 不用担心一阵风吹了 脸就花了 如果你是白皮中性皮的话 超级推荐720这个色号 黄皮的话还是建议 就是买偏暖掉一点的色号 这款色号还是稍微有一点偏老 然后是买了Benefit 他们家的一个定妆喷雾 这个是这回Auta 21天5折的时候 斯布兰有Press Match 而且竟然可以叠加额外8折啊 4折实在太便宜了 就买回来试试看 它的喷雾真的非常非常细 而且很均匀 就不会让你觉得 就是水柱是一下一下 往你脸上打的 而是一个非常均匀的 那种雾状的感觉 特别特别喜欢它这个喷头 上脸之后也很轻薄 定妆效果我觉得算中规中矩吧 因为现在每天还是要戴口罩的 所以喷完它之后 我会再上一层定妆散粉 一天下来呢 这个底妆还是多多少少 会被口罩蹭下来一些 不完美 但总体表现还是OK的 主要是4折太便宜了 感觉不买会亏 接下来买的是 Crown Affair他们家的干洗法蜜粉 我真的这回是有路转粉 Crown Affair这个牌子 蜜粉形式其实是要比喷雾更方便的 因为它里面给你配了一个小刷子 就有点像咱们的散粉刷似的 你稍微倒出来一点 然后拿这个散粉刷站着 然后就直接抹在头发上就行了 而且这款真的是完全无色透明的 不会留下任何白血血的 即使在黑头发上也看不到任何白血血 干洗法这个效果的和喷雾也是一模一样的 那唯一的缺点呢 就是我觉得它这个包装还可以做的更小一点 因为它其实没有多少产品 就只有15克而已 搞这么大一个包装 你就感觉拿到手的只有半盒 是不是有人之前用过了还是怎样 就很迷惑啊 完全可以做再小一点 没必要做这么大 那我这回脑子一热呢 还买了Crown Affair他们家这个干发帽 就是看起来非常有可能是智商税的一个东西啊 它是卖45美金超级贵 应该是我所有干发帽里最贵的一个没有旨意了 而且它也不是干发帽 它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毛巾 但你最后把头发包起来之后呢 是可以把它卡在这个袋子里面的 就是需要稍微练习一下才能裹好的那种 这个就是一时冲动买回来的东西啊 结果就真香了 它这个吸水能力 其实是要比AirQuest他们家那个Waffle系列的吸水能力还要好的 它这个看起来真的是平平无奇 不知道是什么黑科技的材料 但是就是吸水能力极强 我真的是用完它之后 头发干的速度比之前快很多 感觉这个吹风机的效率都提高了 特别适合头发比较长的 或者是发量比较多的小伙伴 然后买回来的时候 它是有一个外包装的 是这样的一个塑料的小袋子 带拉链的 这个我准备留着 就是以后旅行的时候也可以搭 接下来就是最近特别火的 这个K18的免洗发膜 这件产品在八折开始之前就卖光了 我是去店里买才买到的 它这个真的很小 只有50毫升 我去店里买的时候 还以为这个是旅行装 后来人店员说不是 这就是正装 旅行装比这个还小 但是那个店员就跟我说 虽然它很小 但是其实每次不用特别多 只用一蹦就可以了 如果你再多用的话 可能会头发打柳 它就是一个乳液的质地 湿头发的时候用 停留大概四分钟之后 把头发吹干就可以了 而且要求用它之前 不能用任何的护发素 之后也不要再上发油 就是全程就只用这一件产品就可以了 后来我回家 就按照他们那个店员的说法用的 头发算是比较顺 但是抚平毛铃片的效果是远不及 我用护发素或者是发膜 然后再加上发油的效果好的 因为它是一个乳液质地的 不像就是油类的产品 会被头发完全吸收 我之后在洗头的时候 还能感觉到 就是头发上有一层东西被洗下了 作用真的很一般 而且它还卖75美金这么贵 然后我买个护发素 加发膜加发油的钱 也要不了75美金 所以这款我应该会拿回去腿 因为我觉得它没有特别的神奇 就是性价比不高的一个产品 接下来是两款我回购的发油 一个是这个摩洛歌油的 light版本 买的是100毫升的 因为只有100毫升的 才有崩头 秋季八折的时候 摩洛歌油可能会出那种超市套装 我一般会买普通的摩洛歌油 但春季的话 基本上没有什么就得单买 同样都是48美金 如果单买的话 我一般还是会选择light版本 因为质地更清爽一点 吸收速度也更快 而且八折就是摩洛歌油 light版本的实地价了 然后就是为他们家经典 这个枝子花香的发油 就是又回购了一瓶 这个是我去年的年度爱用 味道真的太好闻了 而且质地又很轻薄 吸收速度很快 特别适合就是干着头发直接用 我去年八折买的那一瓶 就已经剩个底了 所以这我也是赶紧补货一瓶 吞起来 这个斯巴兰八折买的 最后一样东西呢 就是Amica他们家新出的 这个二合一纸发吹风书 也是这回就是单价最贵的一件产品 150美金 是又是一个吹风机 然后又是一个可以加热的纸发书 外面一圈是这种软的 就像一个梳子的尺子 但中间这一大片呢 都是那种会加热的金属板 一共是三档设置 第一档就是只吹风不加热的 第二档是边吹风边加热拉纸的 然后第三档呢 就是只加热拉纸不吹风的 我先说不满意的 我很不喜欢它这个第一档 就是只吹风的这档 因为它的风力实在是太小了 很难做到只用这档就能把头发吹干 基本上算是废掉的一个档 我最喜欢的是它中间这档 就是又吹风 然后又加热拉纸的 风力就很大 然后再加上它中间这个金属尘会发热 吃饭的时候加一点摩洛哥油 然后用它一吹的话 超级超级顺 几乎不太需要再用它这个第三档了 用第二档就能吹出 就是毛铃片特别顺的一个效果 如果你是早日系统的那种的话 你用完第二档之后就可以直接出门了 不需要之后再用夹板 但我一般是晚上洗头 所以我睡觉的时候会把头发又睡炸毛了 所以我一般第二天早上 会直接开到第三档 这个直发书的这个功能 简单的过一遍 抚平一下毛铃片就可以了 其实除了第一档有一点鸡肋之外 另外两档都挺实用的 所以如果发量不多的小伙伴 还是比较推荐的 如果你发量很多的话 还是需要一个比较给力的吹风机 吹个半杆 然后再用它的 那这款二合一直发吹风书呢 我是自己在斯芙兰买了一台 结果阿米卡他们家工作人员 可能看到了我的视频 那又给我寄了一台来 然后还加上他们家一些配套的护发产品 两个包裹机 基本上是前后点寄到的 所以呢我还没有拆斯芙兰买的这台 今天就抽奖送给大家 那这个抽奖规则呢 也非常简单 就是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关注我的Instagram 以及在这个视频下面留言 留上你Instagram的用户名就可以了 这回的抽奖呢 还是仅限北美地区 就是美国跟加拿大两个国家的小伙伴 那我会在视频发布的一周之后呢 在Instagram上公布这个中奖的结果 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的话 别忘了给我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